上官婉儿是一名拥有多顿位移灵活输出的法师型刺客英雄 一套技能的伤害输出十分可观 三技能适用得大 可以对敌方英雄造成巨大的威胁 是上官婉儿的关键技能 被动技能比阵 上官婉儿每第三次普攻将进行强化攻击 对一条路径上的敌人造成额外的法术伤害 上官婉儿各个技能的笔墨相互碰触的时候 会迸发笔墨 对附近的敌人造成法术伤害 同时上官婉儿触碰笔墨 恢复一定的生命值 并激活强化普攻 被动技能的效果 强化上官婉儿普攻的同时 使得上官婉儿的连招更具有杀伤力 一技能转法即逝 上官婉儿朝指定方向挥出一记 力道苍劲的笔墨 笔墨将会迅速减缓飞行速度 并对触碰的敌人造成法术伤害 当达到最远距离时 笔墨将会爆炸散开 对附近敌人造成法术伤害 一技能可以造成两次法术伤害 可利用一技能不断远程输出 消耗对方 打出线上优势 二技能 飞白藏风 上官婉儿选择一个点 然后以自己的位置为终点进行输协 落笔的一瞬间 对触碰的敌人造成法术伤害 输血过程中 将会对触碰敌人造成法术伤害 和减速效果 二技能释放后输血的较慢 可以和其他技能组合 减速敌人的同时 造成更高的伤害 三技能 张草 横林 上官婉儿与笔墨共舞 对一条路径上的敌人 造成法术伤害 如果在冲刺过程中 命中了敌人 或者其他主动技能的鄙视 则可以在一段时间内 再次通过移动指令 发出冲刺 如果上官婉儿 完成了一定次数的冲刺 会跳跃至高空 且期间不可被选中 然后不断朝附近敌人 发出攻击 造成法术伤害 三技能使用得当的话 可以在追击敌人的同时 对敌人造成非常可观的技能伤害 但是三技能操作起来 难度较大 对上官婉儿的技能熟练度掌握要求较高 上官婉儿的连招技巧为 二 三 一 二技能减速敌人 开三技能 并使用方向剑持续冲刺 最后使用一技能打出伤害 上官婉儿 合理的掌握技能连招 是玩好这个英雄的关键 可以利用敌方小兵和其他技能 积累三技能的冲刺次数 更快的触发后续伤害 当然上官婉儿的操作性十足 但比较害怕被控制技能限制 当敌方使用上官婉儿时 可以选择控制技能较多的英雄 来合理的克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